拉拉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通讯行业的著名美资500强企业,地币公司。 拉拉在新员工入职培训中,听到,我们的排名是第25位的幸福500强跨国企业,是全球通讯行业的领头企业的介绍的时候,一股自豪感涌上她的心头,她不由地把背脊挺得更直了一点。 看来忠诚教育的第一步十分成功,这不仅源于洗脑者的需要,也源于被洗脑者的需要。 这和婚姻没什么两样,人们越满意自己的配偶,越为自己的配偶骄傲和自豪,就越愿意忠诚自己的配偶。 拉拉注意到,地币所有经理办公室沿走道的这一面,都是用大块的玻璃来做间隔墙。 她问海伦 哎,海伦,那么设计是为了美观吗? 嗨,不是,跟你说,是为了预防性骚扰。 啊,那发生过吗?没听说过。 那,那万一要有呢? 吵呀,公司有规定的。 拉拉本着严密的专业精神澄清。 那,怎么才算性骚扰啊?人家要是说是谈恋爱呢? 嗨,听我的经理说。 我们的总监List给过定义的,谈恋爱和性骚扰有明显区别的。 谈恋爱呀,就是两个都愿意。 性骚扰呢,就是一个愿意,另一个不愿意。 那,单相思也是一个愿意,另一个不愿意啊。 海伦傻眼了,咕噜噜地转着龙眼盒一样的大黑眼珠,打不上来了。 哎,要不,我给补充一下吧。 下次你给新人公介绍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人家挑战了。 单相思可以发展为性骚扰,前提是单相思的一方采取了行动,从而给另一方造成困扰甚至是危害。 人家要是只是放在自己心里想想,那就没问题。 哎,你可别告诉你们总监,说我补充他的地义啊。 海伦佩服地点了点头,心里奇怪,这个拉拉干嘛来做销售助理? 他应该弄个主管当的,因为他说话像主管的水平,助理们可不像他这样发表与总结或者定义有关的言论。 拉拉看着玻璃墙心想,性骚扰是能预防,只是单身的经理要是在公司谈个恋爱,恐怕也被这玻璃幕墙搞得不方便了。 海伦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 哎,跟你说,公司对谈恋爱是没有相关限制的,不过员工之间要结婚的话,就有规定啊。 直线的上下级之间不可以有婚姻关系,否则其中一个要调开。 一般说来,夫妻双方当中啊,有一方会主动离开公司的。 哎,不过,员工之间结婚得非常少见,尤其是经理级别以上的员工。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过哪个经理在公司谈恋爱的呢。 啊,那结婚的事情明确规定了吗? 当然了,员工手册上写着呢。 哎,入职的时候,不都让员工在手册上面签字,确认了解并且要保证遵守的吗? 你没看呢? 哎,回头啊,你好好研究研究就知道了。 拉拉听说,员工手册上还有这些内容,当下就回去仔细通读了一遍,发现这手册还真能回答很多问题。 拉拉上班的第一周,在几样文件上签了名,除了劳动合同外,还有诸如意外险受益人指定书,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等。 商业行为准则,就是公司用正式的书面形式,告诉员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非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等等。 公司通过这套准则让员工明白,这里的企业文化认为,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 根据公司为员工购买的意外险条款,拉拉如果出了意外,她的受益人可获得相当于拉拉月薪60倍的赔款,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万。 根据这一条,拉拉知道,自己在公司里是赤平阶级。 她的月薪是4000元,赔款额度因此是24万。 200万和24万的差距,拉拉不用除法就看得明白。 而这200万,显然还只是属于公司里某一个比较高级的级别而已。 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本来准备来过安稳日子的拉拉,在签这份保险利益授权书的时候,马上被激发起了升官发财的欲望,就是人们常说的职业发展的愿望。 拉拉已经从海伦那里得知,在公司,主管级别以下的非销售类员工,年终奖是三个月,就是一年有15个月的收入。 到了经理级别,额外再有两个月的经理奖金,就是一年有17个月的收入。 至于经理以上级别的奖金规则,海伦就不知道了。 拉拉惊讶地问海伦, 那,他们爱报多少就报多少啊? 是啊,爱报多少就报多少。 那,要是他们使劲打私人电话,那怎么办呢? 那他们就使劲打好了。 我的经理玫瑰说了,这叫变相的福利。 嗨,不过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二线经理哪有精力打那么多私人电话哦? 反正,肯定是官当得越大,福利就越好了。 不过呀,跟你说,当官也是很辛苦的。 拉拉想想,也对,都做到二线经理了,没事打那么多私人电话干嘛呢? 对比过往服务过的港台企业,要么是手机化费的报销额度较低,要么要求员工报销的时候要提交化费清单。 拉拉暗自想,这也许就是外企和港台企业的不同吧? 它会在一定范围内给你自由和信任,让员工舒服点。 至少拉拉觉得,地币公司又有钱又有风度。 虽然自己还没有享受到爱报多少就报多少的福利,内心,拉拉已经自豪地暗爽起来了。 拉拉忽然想到什么,请教海伦。 海伦,地币公司在中国有多少个女总监和女的大区经理呢? 海伦拿出电话分级表,点了点数字。 呃,总监一共是24位,其中呢,女总监有6位,销售部有3条业务线,其中商业客户部为5个大区,有5位大区经理。 大客户部分和公共客户部分都分为3个大区,各有3位大区经理,所以共有11位大区经理,其中啊,女大区经理就有3位。 拉拉心里马上地默默计算出来,女性在管理团队中的比例大约是四分之一不到。 海伦想起前面提到大区经理会不会胡乱打私人电话的话题,又接着说。 哎,拉拉,做大区经理的都要显得身体好,精力好,所以啊,他们就算真有点时间,男大区经理啊,会赶紧去跑步啊,打球啊什么的, 那女大区经理上美容院还来不及呢,保证不会有兴趣去讲无聊的私人电话啦,不然哪能做到大区经理啊。 拉拉笑着点头赞同,海伦本着将八卦进行到底的精神,向拉拉介绍了公司员工的阶级划分戏称,拉拉给总结了一下。 经理以下的级别叫小资,就是穷人的意思,一般情况下利用公共交通上下班,不然就会影响还房贷。 经理级别的算中产阶级,阶级特征就是他们买第一个房子,不需要靠贷款。 典型的一线经理私家车是宝莱,公司提供的交通补贴能涵盖部分的用车费用。 二线经理嘛,则开帕萨特,公司提供的交通补贴基本能涵盖用车导致的日常费用。 总监级别是高产阶级,高产们有不止一处的房产,房子得是在好地段的优质房产或者是别墅。 可以自愿地选择享受公司提供的商务车,或者拿相当于公司商务车型的价格的补贴额度自己买车,和车相关的费用完全由公司负担。 那副总裁以上的人呢,就是妇人了,家里有管家和门房,公司给配着专门的司机,出差,做头等舱。 拉拉想,自己不能一直做销售助理啊,否则,只有当小资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杜拉拉生纸记》,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李可,演播张磊,人杰。 光阴仍然,不知不觉,拉拉在地壁已经工作了两年多。 大学时,天天骑着自行车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她的研究生男友,幸运地被公司派到国外后,就不想回来了。 可是拉拉不想出国,志不同自然倒也难合。 长拉拉六岁的研究生男友启发她,爱情不是用来考验的,是用来珍惜的,与其远隔万里,不如早早结束。 研究生男友又设身处地地替拉拉着想, 拉拉你看啊,对女孩子而言啊,这青春苦短啊,守着一份变数太多的爱情,那才是最大的危险呢。 这话,拉拉果然听得进去,于是分手表决,一致通过。 决定结束总是比决定开始更难,尤其当结束意味着对过去七年的抹去,即使是出于惯性,也让人对未来茫然。 拉拉感到痛苦,研究生男友就引导她。 拉拉,你得这么想啊,这凡事都有两面,从乐观的一面看啊,你从此就获得了自由,有了更加选择的可能,对不对? 当你从十八岁开始,变和一个不单长你六岁,而且勤于思考的男人恋爱,有的时候,精神上是很压抑的。 拉拉想想,从此啊,思想是彻底自由了,痛苦当真有所缓解了。 研究生男友又建议拉拉。 哎,拉拉,你啊,在日历上每天做个标记,等你画过三个月,你就全解脱了。 当痛苦有了一个实现,当事人就有了一个熬出头的指望。 每过一天,你都知道你正离痛苦更远,熬三个月而已嘛。 于是,拉拉果真觉得,这个痛苦不是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了。 研究生男友又运用了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分析说服拉拉,又贡献第三条计策。 哎,拉拉,你啊,多参加集体活动,这样呢,能加速良性进程。 这下拉拉不干了,参加集体活动是要花钱的,不如在家看电视看书呢。 作为地币的小资,也就是穷人,自由了的拉拉,把自己积攒了五年的十二万元,用于支付了一个价值三十二万元,面积八十平米的小单元的首期。 从此结束了租房而居的生活。 拉拉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精打细算,每年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偿还为期五年的房贷。 这个时候,地币公司广州办行政主管的职位空缺了,需要找一个替补。 人力资源部找到拉拉,问她是否愿意考虑这个职位。 他们看中拉拉,是因为拉拉的能干和责任心,已经是被证实的了。 拉拉在广州办工作了两年,对这个办事处的人和事也很熟悉。 另外,这个职位需要一个英语比较好的人,而拉拉的英文在地币广州办即便不属第一,也要属第二了。 这时,拉拉还不懂权衡在核心业务部门任职和在支持部门任职的区别。 她还不知道,要紧挨着核心业务这棵大树来发展,才不会被边缘化并能最快地发展。 拉拉只想到,一个主管的级别总是比一个助理的级别来得高的,而且不是每一个区域销售助理都能够有机会转行做另一个职能部门的主管的。 当时,拉拉已经做了两年的销售助理,经过两次8%的加薪,年薪达到7万。 要是做了行政主管,马上就能达到年薪8万5,这笔账,拉拉很容易就算出来。 于是,拉拉成了广州美女海伦的主管。 拉拉自己报告给地币中国总部的助理行政经理,名为玫瑰的上海美女。 玫瑰长得很娇嫩,声音嗲得要滴水。 拉拉的声音也嗲,但是嗲不过玫瑰。 拉拉本来有着中上姿色,可怎奈上司、下属都是姿色上乘,弄得她是滑光顿湿。 拉拉一上任,广州办要做一个小装修。 她便按照公司甄选供应商的标准操作流程,找了三家供应商来报价。 经过两周的对比和谈判,她挑出了其中最满意的方案,报给玫瑰。 谁知玫瑰不由分说地从上海指定了一个供应商来做。 拉拉奉命和这家供应商接洽。 装修就是个考验细节的活。 结果拉拉发现对方的方案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比如,实地有一个大柱子,拉拉一看供应商在图上标的位置,就知道画图的人没有到实地认真丈量。 真要是按照她的图纸去预定家具,到时候那个位置的家具根本就摆放不下,还得重买。 又比如,他们出的图纸上,电源点的位置是离地四十公分,但是配套家具的挡板却离地仅三十公分。 要是按图施工,电源就会被家具挡板挡住,必定导致日后使用者要插电源的时候,还得把办公桌先挪开。 真要是这样,以后使用部门还不得把行政部骂死啊。 诸如此类的错误是不断发生,几个回合下来,拉拉觉得很不得力。 这一天,拉拉又在积淀图上发现,两个经理办公室共用的空调开关是装在其中一个经理房的房间内部的。 拉拉质问供应商,哎,你为什么不把空调开关装到两个房间外面的走道上呢? 这样,两位经理都可以很方便地去控制开关了。 你这样装,那另外的经理要调节开关的时候,岂不是还得跑到别人办公室去操作吗? 这多不方便呢? 那,那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把供用开关放在其中一个房间里,那就行了。 再说了,你事先又没有说,开关一定要放在房间外面的走道上啊? 拉拉听了,很生气,到底谁是装修方面的专家呀? 他拿了钱不该把活干好吗? 自己不尽本分,给他指出来,还屁话一堆。 海伦凑上去告诉拉拉。 哎,拉拉,你是不知道,这家供应商之前在广州办做出的活计就很不好,各部门都很不满意的。 海伦带着拉拉去实地看了这家供应商以前的粗糙活计。 鼓动拉拉把这家供应商赶走。 拉拉不知深浅,当真把自己的感受和从海伦那里听来的信息直不笼统地告诉了玫瑰。 玫瑰勃然大怒,一顿臭骂,加七杂八不带一个脏字,骂得拉拉摸不着门。 结果,拉拉只有把头在电话这边点的是鸡灼米一般的。 结论是,玫瑰选的供应商才是正道,拉拉自己应该和指定的供应商更多的沟通以确保工程质量。 拉拉一一答应下来之后,玫瑰和气地说, 拉拉呀,不好意思啊,你刚上任就干涉你的工作了。 哪儿啊,我刚到这个职位上,很多东西不熟悉,您多提醒指点我,我才不会犯错嘛。 海伦鬼机灵一样,见拉拉打完电话脸色不太好,在一边假借着打抱不平,火上浇油地说。 拉拉,用这家供应商,到时候工程质量出了问题,你笨呐,还不是你来背责任吗? 拉拉如此郁闷了好几回,总是不得要领,烦恼得很。 弄得玫瑰的电话一到,拉拉就神经紧张,唯恐是要挨骂了,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做错了。 现在的问题是,拉拉不能正确地做出判断,到底哪些问题该请示,哪些问题该自己做决定。 在公司政策许可范围内,到底哪些事情的处理,只要符合政策就行,哪些又该特别按照玫瑰前辈的专业经验来处理。 有时候,拉拉请示过多了,玫瑰就不耐烦起来。 拉拉呀,我很忙的呀,你是广州办的主管,你要有自己的决定的嘛。 拉拉于是自己去做决定,结果一抱上去,玫瑰骂人的电话又到了。 现在看来,拉拉能做的只有咬死一条。 在没有搞清楚游戏规则之前,将温顺,进行到底。 于是,每次吃了玫瑰的教训,拉拉都要当场及时做出类似您老建教的事这样的总结。 玫瑰反倒和气地说过几次。 拉拉,我知道你以前在台资公司做过,对上级啊,那是特别的服从。 但是你知道我们是美国公司,地币的文化很open的,我们提倡直接沟通。 你要是有不同的意见呢,尽管提出来大家讨论呀,不必太小心翼翼了。 拉拉心说,我哪敢跟您直接沟通啊,我那不是找抽吗,我? 可是,只是一味的您老建教的事,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问题。 拉拉想,不直接沟通就不直接沟通,可是自己总得搞明白和玫瑰沟通的游戏规则吧。 玫瑰手下有三个行政主管的职位,其中上海办行政主管是个烂中后没用的主。 拉拉是广州的主管,还有一个是北京的主管,王强。 拉拉给北京办行政主管王强打电话,贾借横向联络,试探他是如何和玫瑰工作的。 这个王强也是个受压迫的,两个人因为有相同感受,所以不免嘀咕了半天。 但是拉拉放下电话,一总结谈话内容,其实有价值的部分不多。 他只搞清楚了一点,玫瑰对王强也是那么个风格。 王强在地壁工作了三年,不过报告给玫瑰的时间并不长。 据他说,拉拉的前任就是因为和玫瑰处得不好,结果玫瑰说服李斯特同意,把人家给吵了。 王强对玫瑰显然不服气。 他曾经把和玫瑰的不同意见写成了email汇报给玫瑰的上司,主管人力资源和行政的总监李斯特。 但是,李斯特又把王强的email转发给了玫瑰处理。 现在,王强又开始怂恿拉拉。